好 那我们刚刚讲过 粒子系统是用来做烟雾火花之类的这种东西 像水流啊 布啊 这种东西都是用粒子系统做的 那粒子系统你要选这个地方 就选一个物件然后选这个地方 它有星星的这个东西叫粒子系统 那旁边的这一个好像一个球碰撞的 这个是物理系统 好 所以我们在做粒子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新增一个粒子系统 首先你选这边然后呢 按加 就会新增一个粒子系统 然后新增好之后呢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参数 那这些参数呢 我们待会用动态的示范会比较清楚 那你新增好之后 你完全不要动它 好 然后呢 请你按下面这个播放键 按下面这个播放键 你就会看到有东西掉下来 好 那这个东西掉下来就是它的粒子 那目前它的emission number呢 是预设1000 好 那1000的意思应该是每秒钟有一千个粒子吧 那它这边有一些参数像开始是1 结束是200 就是从第一个影格到第200影格都要有粒子 好 那我们可以设一些不同的参数 比如说我把number设成50000 emission number设成50000 5万 这里写5000 不太对 5万 它就会变成一大堆 好 那如果呢 我把这个random勾掉 本来是有勾的 把它取消掉 你会发现它的粒子变成从一个面出来 再换一个面 再换一个面 这样子慢慢的出现 那如果我选择这个grid 你会发现 哇 它是很整齐的在掉 这很奇怪的掉法 那如果我今天呢 回复 把random也回复了 然后这个也回复到gitter 那我用velocity emitter object x 等于10 原本这里是0 我把它设成10 你会发现它在s轴的方向呢 会有一个速度 在s轴的方向会有一个速度 那如果今天把s轴取消 改用y轴测50 你就发现它从y轴上面就狂喷 好 那如果今天呢 把它恢复 s y z 通通都变成0 那它又回复到变往下掉的状况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往下拉 那你会看到有一个叫field weights 这是它的重力学 那如果我把重力学的部分呢 就是gravity 就是地心引力的部分呢 射成0 那就没有地心引力了 没有地心引力 这些粒子就不会往下掉了 那它就往外喷 那原本是哪个方向 它就喷哪个方向 那因为我现在是都没射 所以它就均匀的喷出来 好 那如果我把重力设成0.2 你会发现它是有往下掉 但是掉的速度呢 会比刚刚所设1的时候慢 那如果我把那个velocity emitter geometry设成5.0 就是这里velocity的emitter geometry normal设成5.0 那它就喷的速度就会很快 不像刚刚那个粒子是慢慢出来 它是整个冲出来 那最后你按下f12成像 你就会发现它外面有一个雾雾的感觉 那你可以调整一下那个粒子 按这个物体的材质 那它颜色会不一样 好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粒子系统 好 首先呢 我先把它稍微放大一点好了 好 那在这里呢 我把它拉出来一点 那你会看到说 OK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粒子系统 那这是物理系统 我们先看粒子 好 粒子系统我点一个加呢 它就会有这样的功能表出现 那其实现在这个粒子系统就已经开始运作了 那我把这边拉过来一点 我按播放 你会看到这个粒子就一直掉下来 一直掉下来 那我们让它跑跑 你会发现跑到 OK 跑到200之后它就不再出粒子了 那所以为什么200之后不再出粒子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end end写200 如果我把它改成100 那你可以试试看 重播一下 100之后它就不再出粒子了 OK 所以你可以调整这边 那我还是设200 好 那这是粒子系统 我们调整 它从第几个影格到第几个影格要出粒子 好 接下来我们调整这个数量 好 我改成调整成500 那它就开始大量的粒子出现 好 好 那这是500的情况 那这里我这边调200 这边有时候到后面粒子会没有 那如果我这边调成200 那就一直都有粒子 或者是这边调成250 就会一直都有粒子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random给调掉了 你就会发现说 它先上面喷 然后前面喷 右边喷 然后后面喷 左边喷 然后下面喷 再上面喷 OK 那现在是有重力的 所以它还是不管从哪里喷 它都会往下掉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 我们可以设这个emit object 让它有一点速度感 那这个速度感呢 我如果这边设1 你会发现它稍微 不对喔 因为我刚刚的喷法 我的random取消掉了 我random把它恢复 这样让它全部喷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会让它有速度1的话 你会看到它的速度感觉不太出来 对不对 那我用5 你会发现有点速度了 对不对 它偏向 有点偏向 那我用10 哇 那就速度很快了 我用100 哇 那速度就很快 但是速度变快了 例子就变稀疏了 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好 那我们用20 这是20 往前喷的 那如果我今天把这个归零 我改成这个y呢 20 那你就会发现它往y的方向喷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-20 OK 它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喷 好 那如果你用100 那它就往那个方向喷的很快 喷的很快 好 那当然这个我们不想它喷那么快了 所以就这样子 那这里它有一个法线的那个初速度 这是syz 法线的初速度 我如果设大一点 你会发现它喷 往外喷的力道比较强 好 这是法线的初速度 那当然你法线的初速度如果设得越大 它往外的力道越强 就会喷得越快 那如果你设100 那就几乎是直直的在喷 OK 这设100的情况 好 那就有点太乱了 好 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就用个3好了 好 用个3 有一点往外喷就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往下拉 往下拉 这里有一个field weights field weights 是重力 重力 那我这边呢 重力如果我把它取消变成0 那你就会发现它不再往下了 它这个整个就是爆出来 该往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 OK 好 那这是重力已经完全消失的状况 好 那如果你想要有一点重力 又不要让它那么容易掉下去 那你就设成0.2 ok 这样子呢 就是有一点重力 它会弯 好 那这是有粒子重力的部分 那当然你也可以再去调一下其他的部分 这参数很多 我们就没办法全部介绍 我先暂停在这里 好 那我这里暂停之后 我可以按F12 那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喷粒子的状况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 试着去调一下它的颜色 我不确定调了颜色之后 会不会影响它的粒子颜色 我们试试看 我把它调成红色 OK 好 那按F12 OK 粒子也会变成红色 OK 好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就是粒子系统 OK 那如果我今天这里呢 粒子弄少一点 好 粒子弄少一点 好 那这个就不会那么重 但是还是有粒子分出来 OK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粒子系统 在这里 particles的这部分 好 那现在先试试看 好 那我们先试试看 好 那我们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好 那我们先试试看